BGM 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收看正式时候 It's time to pray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主题是 神正在做新事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 这个经文叫做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両姐妹 我们都知道 疫情打断了我们所有生活的步调 我们过去所谓的正常生活 the normal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normal a new normal的里面 那个new normal 是我们很多人在居家上班 或者是孩子们都在家里线上学习 那个new normal也包含教会 所有的聚会都线上话 小组也线上话 両姐妹在这一个新的normal的里面 你要相信一件事 在疫情当中你要相信一件事 其实整个去年美国 不管他们在教会界 或者是企业界里面 他们最流行的一个英文字 叫做pivot pivot 那个pivot你可以说是枢纽也好 或者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转 或者是从战略的角度 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转弯 我相信神借着疫情正在带领我们 进入到一个属灵的pivot 那个pivot包括关乎我们的家庭的一个pivot 包括我们的教会小组的一个转 也包括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营运的一个转 为什么 因为神在做新事 如果我们一直在纪念过去的事 我们学校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上课 爸爸妈妈们去到公司上班 我们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新的normal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要拥抱神在做新事 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开始训练 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又可以这样讲 我们要脱框了 不要再活在过去的框架的里面 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 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互动模式 夫妻之间有一个新的互动模式 亲子关系有一个新的互动模式 当整个的教会牧养必须要线上话 我们说我们不是应变不能够实体聚会 然后我们把聚会搬到线上话 不 我们相信我们要从线上话的聚会 进入到媒体教会 进入到一个线上的牧养 而且甚至是跨国际的一个牧养 神在做新事 弟兄姐妹 我也相信在今年 会有很多的线上小组的成立 线上的传福音 线上的福音茶会 线上的布道会 为什么 因为神要做新事 我也相信对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商店 神也要帮助我们 经历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可是我们要经历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我们要允许神 做新事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心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因为旧是我们熟悉的 你要进入到心 你必须要放下从前的事 不再思想古时的事 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你是否可以跟着神 走上心事的一个脚步 你是否愿意脱离过去所有的框架 让婚姻的框架 婚姻互动的框架 亲子关系的框架 让新的一个互动 进到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 让新的一个亲子关系 重新的塑造在你的家庭的生活里面 你是否愿意在小组 在牧养 用一个新的方式 来跟上神的工作 弟兄姐妹 我们的眼目 不要定睛在从前的事 不是的事 圣经上说看哪 看哪 神要做一件新事 神要在你家庭做一件新事 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一件新事 在你的职场 你的办公室做一件新事 在你的生意 你的企业里面做一件新事 那一件新事是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来到面前 让你献上感谢 主我知道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思想过去的事 思想从前的事 是我们心里面可想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熟悉的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 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 会是怎么样走 但是感谢神 我们要跟随的 不是人的熟悉的成功 不是我们过去的成功 不是人的法则 我们要跟随的是你 你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你也知道怎么样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因此主我们说 我们愿意打破我们的框架 从我们旧有的模式 走进到你的新的作为 你的新的带领 你的新的方式的里面 因此我们宣告 做新事的神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做新事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新事 在我们的教会做新事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也做新事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的 是沙漠开江河的神迹 是旷野开道路的神迹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祷告奉靠绝所的圣灵 Amen 弟兄姐妹 正是时候 It's time to pray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